恋爱中的人总是想要在一起 即使发朋友圈也要两个人一起 有些人谈感情就像不谈 两个人在两地方居后 工作生活也不怎么联系 最终两个人分手了 距离是否真的能够产生美 异地恋者可能是最能发生的群体 对他们来说 异地恋很难维持太久 即使婚姻结束也很容易分手 一个朋友 结婚后和妻子一直封居 一个在南方 一个在北方 起初这只是几个月的挑动 妻子理解并慷慨地支持她的事业 她爱她的妻子 电话联系紧密 关心家里所有的事情 几个月后她应该调回去 本该和妻儿还原 没想到公司看她工作能力出众 所以让她继续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她想拒绝 但因为薪水高又同意了 她不敢对妻子说 又不得不给妻子打电话 她不愿让妻子开心地接她的电话 然后告诉公司的决定 妻子沉默了很久 没有任何反应 一年后她终于调回了家 妻子说 从来没有相信距离能打败爱情 但现在相信 所以离婚吧 她不相信妻子会怪她回来的太晚 妻子哭着说 你知道我在四楼背着一袋米的时候 有多想念你吗 你知道我胃疼的时候 有多想念你吗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 但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所以放手 距离是爱情的第一个杀手 因为身体很遥远 心就很遥远 іт的 在外面